哈纯你二月份才开始买股票 对 我是二月初才开证券户的 二月 今年二月 我是真的是新手上路 才三个月 满三个月 三个月才可以当充 我现在刚满可以当充的条件 很急耶 一直想要当充 对啊 我没有当充 可是它的故事的数据是什么 二月 三月 四月 赏户的开户人数是 六万 八万跟六万 是创历史以来新高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的股市新手 股市小baby 我觉得很幸福 你经历的是跟八十九岁的 八爷爷一样的事情 是 很多事情都没有看过 熔断 熔断 再熔断你都经历 每天顺喜外面都可以学到好多事情 那你怎么会开始在二月份的时候 突然想要投资股票 其实是去年底的时候 我的经纪人就说你钱存 其实去年底我经纪人告诉我说 你钱存着也是存着嘛 那不如去选个股票 还可以领股利啊 涨的话多少拿一点 那不如去开个证券户 但是我年初真的都太忙了 到二月初想一想 过完年了 那去开一下吧 刚好是在这个时机点 其实没有去想说 股灾要来了赶快去开 就真的是运气很好 刚好在这个时机点 翻译一下 经纪人说 急探价里多 钱这么多 要不要做一些投资 没有 等下看到买什么股票就知道了 新手买的股票跟你想的不一样 吓死了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 投资心法 三个月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三个月有一些小心得 第一个 一不买暴涨暴跌的股票 二买龙头股和股王 三不买鱼头和鱼尾 只买鱼身 四除息前一个两个 四除息前一两周买 那除息前一天卖掉 这三个月你好像已经讲到很多事情了 对啊 蛮厉害的 一两年的事了 但是第四还在实验阶段 我还没有真的实验完 还没有冲击 因为这个还在陆续进行当中 那第一个不要买暴涨暴跌股票 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法人啊 或是外资在炒 然后在坑杀小散户 那我不想要被割韭菜 所以 听像你有观察某一档一直在暴涨的 你一直不敢下手 我在四月初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说大学光 然后那时候才七八十块 现在我今天看好像一百四十几块了 但是他真的有一个礼拜是 每天长停板 长停板一直长 那我就没有想要加入 因为总觉得怪怪的 因为自己不是那么懂 太专业的内容啊 或是技术线型啊 那就知道自己的不足 别碰别碰 你开会在场不会觉得好像 看了很想要跟进吗 或是看了觉得很心动吗 其实这个我有学到教训 因为在刚开户的时候二月初 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再跌嘛 那时候就是会有新闻说 葡萄王现在销量非常好 业绩很好 大家就是要增强免疫力 然后我就看 那股票真的是连涨了好多天 那新手手痒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会有一种很想要按 对 想要买的冲动 这个新手老手也都一样啦 真的就是很想按啦 然后我就真的 买了一张葡萄王 隔天开始跌 就开始遇到股灾 那目前 本来股灾那时候跌到 你二三月买的吗 二月中 那不只它跌 大家都在跌啊 全部都跌了 那股灾319那时候 我看好像跌30% 那现在我回来只跌了 也没有到止 从跌30%现在是15% 但我继续放着 应该我们录我们节目以来 第三位买这张股票的人 而且是股市新手 真的 他买了鼎鼎大名的大力光 第一次买股票是买大力光啊 我记得是第三个 我还没买过耶 是不是你们两个都没有买过吗 明天试驾买一股 好好好 不要被他笑 怎么会去买大力光 投资金法二买龙头股和股啊 因为我说了 我其实没有到那么多的专业 在财经方面 所以就是看联发科台积电 然后大力光这些领头羊嘛 而且如果说假设台积电 有一天真的变到150块以下 那我想台湾经济应该也没了吧 所以买这些龙头股 就比较有安全感 那大力光是 就是我看它最高价有逼近6000 那股灾的时候好像有跌到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 我买的时候是3880 3880 人家不是买一股是买一张哦 一张一张哦 六折价 但我有看价钱 我会买第二次回撤的价钱 所以那时候就是 第4000以下就OK 那刚好上个礼拜二 有一天它就真的有到4000以下 然后就想说 哇那到底要买多少钱挂多少单呢 3880蛮吉利的数字的 还吉利的数字 这准运气超盘法 这很厉害 那那一天收盘好像是3840 3880 那吉祥数字 你一张买388万 你不会考虑买 就是股价比较低一点的 有有 我的交易员当时 因为听说营业员有给你劝退啦 对交易员那时候听说 我想要买大力光 他说你不要买大力光 你不要这样子 一次300多万去买 你可以买个10张台积电 10张联发科 然后用那个倒三角形 买法跟卖法嘛 我说不要 我就是想要在26岁的时候 做一个人生成就解锁 26岁人生成就解锁 选了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所以买进了大力光 对听起来好慌张 我来自己买妹 天哪 听起来非常的荒谬 真的叫有钱就是任性啦 会赚钱的女人就很任性 所以他的目标是3880块买 你想什么时候卖掉 我想43开头就可以卖了 4300块卖掉 就赚个50万也是蛮整的 其实现在又可以啦 因为他现在新手运阵旺 当然赌大一点 是OK的 我来问一下两位专家 刚刚的问题 一张大力光跟十张联发科 你会选什么 大力光举绿牌好不好 联发科你举红牌好不好 你会选什么 大力光一样 你两个都要买啊 我说交易没有必要重压一档 因为他现在手上除了大力光 其他都可以不用看了 你谁要手上持股 跟你的大力光比 完全不能比了 对不对 谁赚谁赔 都没有大力光来的重要 那你觉得他觉得 刚刚讲4300块 短期之内 他的愿望可以达成吗 其实距离没有很远 大概十几%就达得到 最近行情是震热 所以有机会 有机会哦 有机会啦 有机会有可能一个月内 就50万收起来了 对啊 对啊 干嘛录影啊 对啊